话题来关心 黑帮接连在各大酒店 办春酒拼牌场 甚至在网路上高调炫耀 有壮大意味的声势 而据了解 南部有黑帮成员 原本预定四月份 也要到高雄的知名餐厅 举办摆桌春酒 消息曝光 警方也大动作 开始不分日夜 进行扫荡 软硬兼施 成功劝退了这场 价值近百万元的春酒 警方载两排大规模拦检 进口轿车 只要是来到酒店门口的 一律就是茶 一辆接着一辆 摇上车窗 接着扫身份 搜车内 SOP茶好茶满 不止白天茶 晚上接着茶 24小时不简短 酒吧游异场等声色场所 远景大动作不分日夜 进行扫荡 三月初开始 黑帮组织在各大酒店 办春酒拼牌场 辣妹跑车样样来 原来有消息指出 南部黑帮成员 也在高雄古山的一家知名百会餐厅 定下百桌春酒席 日子就定在四月初 拼场异味超浓厚 黑帮的这个活动菜火药 不要去防按到民众进出 高调炫耀引发民众热议 甚至观感不佳 高雄市警方接获消息 也立即采取高长度高密度 闭锁式扩大零件 玻璃师大人 照时间学罗 每天站岗软硬兼施 这声音要不要做 接单的业者也无奈 只能退单 在大型宴会场所周边 设置路检点 过滤来往人车 期盼与辖内大型餐厅 业者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警方执法绝不手软 警政署下令扫荡 南台湾警方严正以待 用实际行动成功劝退 这场价值近百万的黑榜春酒 记得陈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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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差不多